用魏林的视角打开甄嬛传 那真是从来不打低端局 杀人只用半步棋 大家好 我叫魏林 温时初是我的师父 我只想在皇上的后宫里面搞事业 可我师父不一样 我师父只想在皇上的后宫里面搞事情 那他真是有着配想太妙的医术 和发配边疆的私生活 那不仅是对宫里的西妃娘娘情深积蓄 也对慧嫔娘娘情深不能自医 你说这好好的皇宫里 本来就是个赚钱搞事业的地方 他老个大玩恋爱游戏 那天我正陪着他深夜加班 也不知道再给谁要酸梅汤 当时我就问了一句 我说这是给西妃娘娘 这么晚了 您还要为西妃娘娘挑选药材 我师父说不 这是给慧嫔娘娘的 这不是西妃娘娘的药材 是慧嫔娘娘一到了夏日总是不思议事 要不你说还得是你 在皇上的后宫里面 你的两条感情线都在生机 我当时一边给他配小药汤 他还夸了呢 以你的医术和租魏都等一面了 我还让你做这些小事 要是因为你心思缜密 我这能不心思缜密吗 我不仅得医术高超心思缜密 我还得胆大心细 因为就在那天晚上 我师父去给岁月圈的慧嫔娘娘劫酒 过了一个时辰还没回来 你说这太医院的激荡我怎么写 我写慧嫔娘娘开着凤乱春 车过来接我师父过去春宵一夜 那必然是不能够 这可是我自己的师父 我能怎么办呢 冲着杯还能理咋地啊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作假了师父进宫的激荡 成全了他跟他的慧嫔娘娘 有的人的感情是高开低走 可我师父不一样 我师父的感情是高开风走 就比如说他跟慧嫔娘娘 因为在几个月之后 他跟慧嫔娘娘的感情就变成了 温太医跟西妃娘娘在一起 你们这八卦传的可以离谱 但别太离谱 还说六二哥是我师父的宰亲生附近 根本不是皇上 这个高开风走的局面 我属实没有料到 但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六二哥是谁的孩子我不太知道 我只知道慧嫔娘娘那一胎 应该是我师父的血脉 但该说不说 在皇宫里面谈恋爱真的很危险 滴雪宴亲当天 我师父就挥刀子宫断了一切流言 可也就在当天 慧嫔娘娘突然爆出难产的消息 我也想这也是我师父唯一官宣的师娘 我就赶紧跟着太医院的大部队过去 可没想到进到师娘的宫里 手一大卖就知道 孩子还能保一保 可师娘有血崩之事 怕是不保 产妇血崩我会知 可我师娘血崩 我想让我师父进来看一看她和孩子 放眼望去 现在这个宫里 只有西妃娘娘能帮我做这件事 于是我鼓起勇气上前跟皇上说 慧嫔娘娘受了惊吓 开启大动 情况实在不好 第一句话先划分责任 慧嫔娘娘现在情况非常不好 是因为受了惊吓 不是我的错 你不能降罪于我 魏晨医术前落 且娘娘的胎 一直由温太医绕料 经过前面铺垫 合理合规引入诉求 现在 魏晨真是束手无策 要是温太医在 眼神一直求助西妃娘娘 希望她能跟我打配合 可当时娘娘被吓得有点惊慌 面对我发的信号 娘娘一点真度假度一直在想 我旁边那个老头还打断我的话 说我师父虽然醒了 但身体状况不行 我当时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温太医不能下地也无法 可以用安亚台订队 温太医虽然不能助娘娘顺产 可以同菲晨一同真主用药 当时我的情绪比AK还难牙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 我也得把我师父弄进来 最后我还给了西妃娘娘一个眼神 所以向西妃娘娘反应很快 一句话就戳中皇上要害 我师父人也废了 她整天就知道喝酒一身一束 再无用武之地 作为她的徒弟这一场经历 教会我三个道理 第一永远不要跟皇帝的女人 有任何牵扯 第二在这个宫里面 告示也才是第一位的 其他都是瞎扯 第三永远不要心慈手软 因为你吃的就是你不杀我 我就杀你的这碗饭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必须站好队 找一处屋檐这封闭 纵观这后宫里面 只有跟着西妃娘娘 才能继承我师父先前打下来的资源 于是那日 我就主动暴露自己 提醒娘娘该向我抛出橄榄枝 娘娘有此过度 人也少了不少 好歹皇上 后代会妃 一切丧仪 既然贵妃一致 当时我不着痕迹地提起 已故会妃和静和公主 娘娘便很快就想到了 我师父那个寡妇 你师父怎么样了 我就告诉她 我师父是多么的深爱着 已故的会妃娘娘 等个人精神都垮了 整日里就知道喝酒 这是想让娘娘知道 我也是个局内人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可这两句话娘娘听完 只着急着为自己姐妹打抱不平 人去才知情深 还有什么意义 说完又托我 好好照顾温太医 我听完就连忙点头同意 我师父那个清场小笨蛋 我自然会细心照看 但我刚刚都说了 我是自己人 咱们这个团队的入职到底 万事出这么一来 本宫身边可用的太医 没有你一个了 温秋我终于等到这句了 当时我不等娘娘 说完后面的话 我就马上跪下 把入职申请书 递交在她的眼下 没有你一个了 多谢娘娘抬局 维辰必当尽心尽力 我跟你说娘娘 你招我进来 咱们这个团队 你真的太明智了 我这个人吃苦耐劳 心眼不少 最关键的是吧 就后宫里面这点事 我比我师父更专业 更高效 更无情 我来这工作就是 但求荣华富贵 不求一丝真情 入职当天呢 娘娘也交给我的一份工作 让我带师父过来 给静和公主请平安卖 我明白娘娘的意思 她是想让师父过来 看看孩子 临了的时候还交代我 您就放心吧 这俩人的事 还是我宝梅拉希尔的 从那以后 我就成了西非娘娘身边 唯一认证官方指定太医 所以去给黎妃娘娘 好卖茶胎这种事 自然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说实话 那天到黎妃的宫里 虽然她屋里点着熏香 但我仍然隐约能觉察到 这屋里有熏爱的味道 当时黎妃才怀孕四月 便开始使用爱叶 爱叶有温精止血的作用 由此可推断 黎妃胎像并不稳 有倒汗滑胎的迹象 可当天去完黎妃的宫里 西非娘娘出来是问我 看出什么了没 可看出什么不妥吗 我只能回答娘娘不确定 我心中有疑惑 但一时觉察不出来什么 娘娘 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 再回去定下来了 再来鬼禀娘娘 老板最不喜欢听那些 虚妄不实的东西 特别是在这个宫里面 没有100%的把握 有些话我不会往外说 那天回到胎医院之后 我便开始查阅黎妃娘娘的卖案 卖案中虽然写太相平稳 却加了许多直血补气的药材 便已知黎妃娘娘此时气血两 徐血时又出血滑胎的迹象 得到这个答案之后 我也并没有急着去找西非娘娘说 直到她招我前去主动问我 本宫照你来是想问一问 黎妃的胎气可还稳的 只要娘娘主动问我这件事 就代表首先她不相信许太医 其次她怀疑黎妃的胎时 有八九有问题 最后就是纷争开始了 我的团队要开始在后宫里面刷野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家娘娘去刷野不带我怎么办 看到娘娘这个眼神了吗 猜到老板真正想要什么很危险 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 污蔑本宫罪名可不小 不是娘娘您就带我玩吧 我真的跟我师父不一样 我是铁袋铁拳铁石行程 然后我就把那天她带我去给黎妃请卖 我发现黎妃屋中熏爱 可她不相信许太医非要让我再查一遍的事情 前因后果的给娘娘复盘了一遍 那日黎妃店中虽然点了香 掩盖了熏爱的气味 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虚爱的痕迹 微臣趁人不绝时 看过麦案有道和华胎指向 意思就是跟娘娘说您带我玩吧 我啥都看出来了 就差您开始摇人了 那天跟娘娘说了很多 她终于是答应带我一起打野 可我说万万没想到 我跟娘娘打野的第一天 就发现了黎妃宫里的迷情香 本来我还在提醒娘娘 黎妃既然知道自己这胎保不住 一定会做点文章 可没想到她身上的buff还挺多 这波商战属实有点脏 凭着我从师父那边 继承过来的八卦资源 知道师父曾查出 黎妃拿疏痕交害西妃小产 便在黎妃惨遭搜工 坐时又迷情相争宠之时 跟西妃娘娘打配合 她在里面跟皇上演戏 我在外面店外等着 微灵在哪 微灵一直在店外 等着给皇上请平安卖呢 当天我提供控制 娘娘提供真伤 一起把黎妃架在了烧烤架上 其实在击杀黎妃的这件事情上 我只是一个站在西妃娘娘身后 递刀子的人 至于最后能不能杀 杀到什么地步 都与我们无关 我们只负责关键开团 可也就是这件事 一模一样的也发生在了西妃娘娘身上 只不过这次 西妃娘娘是那个保不住孩子的人 而她想陷害的目标是皇后娘娘 就像当时黎妃想用 那个保不住的孩子陷害她一样 但击杀黎妃的风险有点高 我是来着宫里搞事业赚钱的 我不是来着宫里 为了表忠心送命 所以击杀黎妃 给西妃娘娘制落胎药这件事 我没有直接参与 而是告诉娘娘这胎我实在保不住 不然请我师父回来看看 为常不能 我可按时速速警奔她一来 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 但是我身为团队的一份子 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在这之前的准备工作 我已经做到万全 在胎医院激荡的药方 我吸取黎妃娘娘的经验 为了避免被旁人发现 我都做成了两份 一份在胎医院存到 一份在西妃娘娘那里放 我怀孕后的药方 为了一项是做两份的 左镜这一步棋虽然血 但西妃娘娘也已过关 这落胎要把下孩子的锅 顺利落到了皇后的头上 先继杀黎妃再坑害皇后 我们扭护路团队的业务 已经做到了这宫里一枝独秀 以我们的娘娘 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 已经没有人可以取代她 我也算是跟着师父 半路出家到这个团队 吃香喝拉 她也就在我的事业 蒸蒸着上花团紧簇之时 果军王突然暴毙同花台 我们的娘娘也从高台摔下 皇上对娘娘的猜艺和猜忌 达到顶峰 莫不允许任何人 把我刚搞起来的事业 忠道帮俗在一段桃色恋情中 而且我也知道 只要皇上有精力翻身起来 对我们这个团队大查特查 那我相信我们入职这几个人 基本上就是九族全挂 此后多日 皇上对坠下高台的娘娘不闻不问 甚至没有一句关切问候 娘娘也因为果军王的死 27岁便生白发 单单几日哭得眼肿了 累得人瘦了 平日光滑的肌肤 都因心碎显出细纹 上点胭脂还卡 此时必须要提醒娘娘 精神和脸都不能快 我推荐娘娘使用 太医院新出的欧莱雅紫韵斗眼收 一支多用 不仅眼睛的细纹 什么眉头紧索的穿字纹 苦相近线的法令纹 幽似过度的鱼尾纹 通通一抹淡化不见 就是爱情让人心碎 但娘娘的年轻貌美 依旧要让人惩罪 咖啡因成分搭配上 冰感按摩头 上眼按摩 几个消肿紧致 面向上体 苦相消失 即使熬夜痛哭一整晚 皇上也无法对娘娘的悲伤 有分毫察觉 这消肿效果堪比击击 每天容光焕发的在宫里举击 特别这个涂抹上之后 牛奶般轻薄 不搓泥不辣眼 清爽易稀收 这款紫韵斗 浓缩波色音 pro浓度 能领普通波色音两倍 能够有效淡化顽固纹路 紧致齐拉眼周 他也愿愿为娘娘 奉上这宝藏秘籍 祝娘娘表情文消灭 宠爱不及 当时我带着我的紫韵斗 和宁婷的小秘密 来到游兽宫 我是真不知道皇上在里面坐坐 我去的时候 正巧碰见他从里面出来 闭嘴巴的一样怪气 开始问我 怎么这么晚了 还到嫔妃宫中请卖吗 我跟皇上说 我是来送安神药的 他说娘娘这是心病 我说娘娘这不是心病 就是惊惧过度 吓人了 皇上说那他只有害怕 没有伤心 这光是畏惧 没有伤心 自然有 你附近心丧 当时那真是 稍微说错一句话 我九族都对往墙上挂 但是我此时怀里 依旧揣着一个灭九族的秘密 必须进去找我们家娘娘商医 进到宫里之后 我就跟娘娘说 今天午后 宁婷要了一些 离非所用的迷情药 更关键的是 他还往里面掺了一点蛛杀 其实咱这个皇上 从登基的时候起 就一直陆陆续续的 吃着一些宝剑的丹药 这丹药当中有硫磺和水鱼 本来单单这两者 毒性不是很大 但如果此时 你在网上加点蛛杀 那宁婷这样做 真的有可能 直接把皇上猪杀 所以我跟娘娘说 我说这是个大事 当时她来问我要的时候 我没有给她 我怕她乱带节奏 影响我们的团队 所以过来先请示您一下 可娘娘跟我说 宁婷要猪杀 或许有另外的用途 你若不放心 不给她就是 娘娘您这话说的 都是您的人 我哪能不放心呢 娘娘的意思 就是委婉地告诉我 宁婷想要多少猪杀 我就给她 这 卫尘知道了 可这宁婷要猪杀的次数 越来越多 量也越来越大 一日我去给娘娘 请平安麦的时候 特意向娘娘请示 我说现在宁婷用猪杀 那可是奔着致死量去了 现在表面上 看着皇上精神尚渴 其实那里面的底子 早已掏空 娘娘还问我 太医院看出来了什么没有 开玩笑 我负责的项目 我眼瞅着下的毒 这是慢毒 诊不出来 那就好 说完之后 娘娘跟我说 她什么都不知道 只当今天没有听过 我这个报告 当晚娘娘便要我 陪着她去九州 清宴看看皇上的情况 有些娘娘关心皇上 是看皇上 有没有在好好活着 我们家娘娘关心皇上 是让我看看皇上 今天怎么还好好活着 当时我跟着娘娘 到了九州清宴入了门 听见皇上 跟两位大胤小组 在玩游戏 娘娘说皇上 越来越不爱惜自己的身子 皇上不大爱惜自己的身子呢 皇上自以为精神换发 我跟娘娘说 您放心 她现在还这么能玩 那只是表面上 那里你信我 早就掏空了 去九州清宴之时 我已经坐到了 太医院之首 娘娘便对我 为以重振 该好好拿出你的本事来 我要叫皇上 在心宠救患之间 觉得力不从心 临走的时候 娘娘还让我提醒宁萍 小心点 你放心 我指导的下毒 整个太医院都查不出来 错不了一点 终于在我和宁萍 少量多次的不懈努力下 皇上可算是躺倒的 此时我身为太医院院守 当然应该由我去给皇上诊脉 可我还是那句话 只是慢读 诊不出来 只是耗上了皇上的脉 便已知道 他已是游禁灯哭 无力回天 此时之后 皇上又陆陆续续养了半年 半年之后 皇上突然吃到了 六二个不是自己亲生的瓜 发现了我们团队的终极秘密 无奈之下 我们家娘娘只能快刀斩乱 将皇上置于并榻之上绞杀 皇上 请 不 皇上驾崩之后 我先发表两句获奖感言 感谢我们家娘娘的团队选择我 虽然我入职的时间不多 但也已参加了 继杀离非陷害皇后 独死皇帝 等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 很多人在这个宫里得到了 但也失去了 但只有我在这个宫里 一直在得到从未失去过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不要在谈钱的地方谈感情 容易伤人伤己 我叫魏林 是温时初的徒弟 皇上表面上看起来 精神尚格 实际底子里 已经是越来越虚透 这是慢读 整不出来 好了 之前就说要做魏林的视角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做 这次也感谢巴黎欧莱雅 对魏林视角吹更的大力支持 我是你脑洞 清奇灵灵看剧的喜子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关注我关注我 关注我 带你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